谁的吻戏最多 请爆料 谁的吻戏最多 陈晓 一飞 我觉得这是我拍的所有的电视剧当中吻戏最多的 最近孟华路可真的是杀疯了 首播破译 拳王热追 神仙姐姐刘一飞 配上古装天花板陈晓 这简直就是眼狗的狂欢盛宴啊 而且更要命的是 还有两位的超欲吻戏 什么都没露 但去堪称活色生香 完美诠释了古人说的雨水之欢啊 看到这儿不知道有多少人已经露出了姨母笑 但别慌 这还只是小场面 根据网上的路透和采访视频来看 孟华路的吻戏那是真不少 光被爆出了一张拍摄图 就架了好几台机器 氛围感直接拉满 让人越来越期待后面的剧情了 比证据好看的永远在花絮里 课堂人士怎么能放弃挖宝呢 但谁能想到 刘一飞陈晓在拍戏时默契十足 在花絮里却是一对铁憨憨 这挫不及防的烹瓷是怎么回事 让你模仿刘一飞崴脚 你怎么还超越了呢 甚至还演出了娇俏感 顾大人 你可得注意一下形象啊 之后在对戏时 两人就更逗了 陈晓拿到捅自己 还顺带吓唬了一下刘一飞 好家伙 这直接给人送了大结局啊 咱还是认真一点吧 可事实证明 憨憨真的会传染 在陈晓认真表演 被扯到伤口时 我们的神仙姐姐 却突然反应迟钝 一时间分不清是戏还是现实 没有人可以拒绝刘一飞 看了孟华录的你们 谁羡慕了陈晓我不知道 但徐海乔一定是羡慕了 毕竟在观众们都按头课 顾盼生辉复复时 只有他一个人 在孤独地课自己和刘一飞的CP 期间还点赞了不少他们的CP图文 仔细看看路透 你甚至还会发现 从徐海乔和刘一飞拍起开始 他脸上的苹果鸡 就没下去过 甚至还逐渐猖狂 说好的眼渣男欧阳旭呢 这嘴角都要咧到后脑勺了吧 真的是疯狂表示了 那可是刘一飞啊 我不像渣 徐海乔开直播 展示大型双标现场 只要听到刘一飞讲话 嘴角就忍不住地跳起 脑袋趴在屏幕上的样子 像极了我本人追星的神情 看看徐海乔这不值钱的样子 我是没办法再直视 梦花路里的欧阳旭了 一边演着渣男 一边眼里发着光 我已经感受到他的痛苦了 不过作为补偿 在杀星时被女神要微信这样的事情 大概会让他炫耀好久 不会还有人不知道 孟花路是刘一飞成年后的第一部电视剧吧 14岁的金粉世家 15岁的天龙八部 16岁的仙剑旗下传 17岁的神雕侠侣 这么几部经典摆出来 谁敢相信 当时还没成年的刘一飞 就已经到达了人生巅峰 妥妥的小说女主 照进现实吗 但这还不算 考古刘一飞的视频 你就会发现 神仙姐姐不仅长得好 会演戏 就连唱跳也是一把抓 在电影手印上和洋洋尬舞 在采访期间清唱红豆 咱就是说 上帝到底给他关了哪扇窗 难道是我跟他的聊天窗吗 不 是衣橱窗 就趁网友扒出的那件 穿了十多年的羽绒服来看 咱们神仙姐姐的衣品 确实有点一言难尽 灰色羽绒服搭长捆裙和黑打底 黄色T恤搭黑色高筒靴 真的是应了网友那句话 仗着颜值高就瞎穿衣服 神仙姐姐变吊丝 刘一飞怕不是对自己有什么误解 虽然有时候穿衣是涂了点 但咱可是从来没抽过 就那当年她饰演赵灵二 所穿的戏服来说 谁能想到脱下来会是这样的效果 瞬间觉得衣服变丑了 所以有一句话说的好 别人的时尚完成度在衣品 而刘一飞的却是在脸 神仙姐姐穿什么都好看 你有起床气吗 没有 因为我都睡到不气再起来 神仙姐姐们感到辣了 对谁能看 你怎么睁法人是在这种效果 对谁能看 对谁能看